自然藕丁 新鲜的莲藕洗净后去皮 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小块 锅中烧开水 下入藕丁进行焯水 水开后焯水两分钟捞出 准备小米椒和青椒 切成小钉后备用 准备葱姜蒜切碎 蒜末可以多准备一些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爆香 放入青红椒翻炒 下入焯水的藕丁 入锅后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快速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少许鸡精提鲜 少许鸡精提鲜 最重要的调料就是孜然 加入一大勺孜然粉 大火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撒上香葱 完美无敌的一道菜 好吃到停不下来 赶紧试试看吧